我們來到舞台中央 今天非常開心 看到新北市 終於有一支 只於新北的球隊 安球隊 新北王王隊 現在是新北的能量 這是新北的安球第一大勝市 這次他非常的開心 其實今天對我來講 是一個感情非常複雜的一天 那一定是新北 我把環球隊 這次幫各位我抱歉啊 台北不幫你抱歉啊 你今天不去不幫他 你這樣嗎 怎麼安心呢 我就在你們身上 太優了 今天要來接住啊 放球隊往戰鬥比賽 安球隊往戰鬥比賽 安球隊往戰鬥比賽 好 這次在這隊復發 南北復發 藍球隊 絕對拍手下 有錢 要給市場 對不對 你這樣請問一下 好不好 我覺得現在球隊準備的 蠻好 畢竟有 畢竟有這個大概 將近兩個月總教練 已經帶球隊 那他的系統跟一些東西 也越來越成熟 我覺得我們現在 就是有一些細節 我們還在還在準備 還在修正中 可是大致上 球員狀況也都蠻好 那 Thomas也剛加入球隊 也帶給我們很大的一個 進去的優勢 我們知道 就是其實開季 可能有一段時間 會是單洋將 那 打算 你自己怎麼看 這段 怎麼這樣撐過這段期間 就是本土要跳出來 本土本來就是 就是尤其在Pursley這邊 本來就是 尤其在第四節 就是 只有一個洋將上 所以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前面這幾場 單洋將也是 幫我們本土可以更多的磨練 在他們 在他們 不管在防守 在守另外的洋將 或者是 進攻上面 都是 對他們是一個非常好的 學習練習的一個機會 那我相信 對後面的 比賽也是 對他們也有 很好的幫助 Jerry Young 不過我們知道 他就是已經反磨 那 接下來這個 這個位置上面 會補一個 比如說跟他差不多 類型或球衝 還是你有什麼樣的心得 想法 這樣子 其實我們 現在 因為 這個 應該說Pursley這邊 是 可以有三個 可是也只能登記 每一場只能登記兩個洋將嘛 所以 我希望在 如果 Jerry這邊是 確定也沒辦法回來 我們就會 也會希望找一個 比較全能的 可以防守 可以進攻的 那 因為我們現在的 Chris 也準備 加入球隊 再搭上 Thomas這邊 他們都是 都是 兩米以上 208 208 215的 都是可以達到進去的 那 也許在第三個洋將 我們 可能會選擇一個 比較 風陷型 或者是 控球後衛型 都有可能 就是 比較有一點貪心 可以搭配他們兩個 兩個常人